大家好啊 好久没有说马云老师了 今天跟大家扯扯马云老师 原因是因为马云的行踪又出现了 又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重点 更重要的是 伟大光荣正确的习主席 刚刚开了一个互联网金融的监控会议 是吧 说要加强互联网金融的监管 互联网金融的大拿没有之一 绝对是不叫半壁江山 叫做三分之二的江山 都是马云的阿里巴巴 都是支付宝是吧 都是阿里巴巴银行 这应该是自从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出现之后 中国的金融领域就应来了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中国的金融所谓的关系到国际民生的产业 就应来了历史性的变化 再也不像过去的金融了 一切都与马云的创新有关 所以我说过无数次的 马云的什么创新不创新 他其他的那些东西 比如淘宝 比如阿里巴巴的那种 基于中小企业的一种服务型的模式 这都是抄的 美国的那些互联网巨头的 都不叫创新 马云就只有一个创新 他就成功的搞定了 在中国成功的搞定了 这个公权力 是吧 搞定了中南海 说白了就是搞定了中南海 成功的拿到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 成功的拿到了金融的牌照 可以用把支付宝这个东西 变成一个中国人的金融生活方式 这个词其实是蛮拽的 金融这个东西 我们看那个有一个金融学家 就是这个陈志武老师 他就是金融学的教授嘛 他就讲过金融 他即使一种价值观 他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你一旦你拥有现代性的金融生活方式 你就是一个现代人 所以现在人 现在人买房 你很少说不带款的 是吧 完全款买房的人 都是土豪 土老帽 是吧 就跟我 好吧 吹牛了 是吧 马云他真的为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 就是以支付宝为交易平台的金融生活方式 所以马云的创新主要在这个地方 其他的一些孙子 比如说微信支付 都是搭便车 搭便车也是个金融学的现象 抄袭了一点 或者也不叫抄袭吧 搭便车享受到了马云创新的边际效应递增 如果没有马云的阿里巴巴 没有马云的支付宝的话 微信连想都不敢想 我跟你说 挺有意思的 说这个马云老师 你会发现他真的能搞定中南海 而且他不仅能搞定中南海 而且他还可以不把细胞子放在眼里 这并不是空学来风 也不是夸大马云老师的本事 细胞子做梦都想把马云拿下 把马云拿下可以抢好多钱 你说是不是 把马云拿下就等于把中国的金融产业 又大回原型 又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时代 又可以加强中央集权 又可以扩大国有商业银行的 对中国老百姓的控制的那种力度 对吧 你发现他就是拿不下 关于马云的传言 这几年不知道几许 但是你会发现 马云总是还处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状态 我们一会儿说马云被抓了 一会儿说马云被边控了 一会儿说的确马云搞得挺凄黄的 是不是 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 像双打的黄瓜 有气无力的 有的时候又看他们谈笑风生 跟江蛤蟆特别像 真的是 嘲笑我们这些人头样头 simple 人家英语说的好 一会儿说他被边控了出不去了 一会儿说他被抓了 但是我们很快又发现 人在这个什么什么 一会儿在香港 一会儿在新加坡 一会儿在什么什么地方 这会儿又出现一个消息了 说马云到了哪里呢 到了西班牙 说外媒报道 马云老师乘坐他的超级游艇 你想想那气派 乘坐游艇出去的 而不是乘坐飞机出去的 乘坐他的超级游艇 回到了他西班牙的皇宫 一个叫做马略卡岛上 在岛上打高尔夫球 说引起海外媒体的热情的关注 是因为习近平刚刚下令 要对平台经济进行严格的金融监管 结果马云在外面的行踪就曝光了 就引起了大家的热议 所以西班牙你搞了半天 你也控制不住嘛 你严格的监管 为什么马云还可以出去这么潇洒呢 是吧 而且有照片有头有真相 说正在高尔夫打高尔夫 说的他的那个游艇呢 只两亿美元 我怪不得了 这么大一条船 这么贵啊 是从中国啊 这边出发 完了以后 直接一穿过这个遥远的大海 是不是 那你肯定要走南海呗 走马六甲海峡 完了以后走走这个印度洋 然后过黄海到地中海 是吧 然后这么这么过去呗 这是毕竟之路开这个游艇 路上估计要跑一点时间 那叫一风光 豪华的游艇 然后一路这个风光向西哦 然后停靠在当地的海岸边 说当地的媒体叫做马略卡岛日报 报道了这个马云的这个当时打高尔夫球的场景 比中国大陆的报纸 甚至比这个马云自己掌握的这个南华早报的报道 还要早 这个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南华早报 其实早之前暗示了一下 说马云呢 有一个任务 就是他会考察西班牙的农业和公司 会搞这么一个事情 但是没说一定要坐游艇 一路招摇就去西班牙 所以这个东西它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不要尤其你是马云的一个世界 他说明这个什么 在西包子的高压之下 在西包子的严格的监管之下 马云跟没啥人似的 我想走就走 我想回就回 我想这个什么就去就去 你要知道现在一般的老百姓 你要出个国直接把这护照给你剪了 完了以后你回去的话 要隔离很久 但是我们发现马云老师真是活得 真是潇洒呀 真的是来去自由啊 像风一样的自由 这时候应该想起汪峰老师的歌声 像风一样的自由 真的挺牛逼的 我觉得哎呀 人家活成这样呀 真是不容易 那当然了 我们知道马云他之所以这么牛 就是你我们做节目嘛 肯定最后要搞到中南海嘛 搞到政治嘛 是因为他背后有靠山嘛 有大人物嘛 对吧 你说没有大人物给马云照着 他你就他那个小个儿 那细胞子二百公斤麦子 不换肩的那个声音区 不把他给压死了 直接干死他 是不是 一点点难度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细胞子搞不定 越是说要加上监管越搞不定 他搞不定谁呢 那搞不定江泽民吧 搞不定江缅恒吧 所以人们就想啊 说你看这个马云是江泽民 江家的白手套嘛 那是毫无疑问的 说明他拿这个江泽民的家族利益 拿着整个中国互联网的这个金融平台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根本搞不定 马云老师 你就马云可以 眼睛瞇一瞇 根本不把你细胞子放在眼里 关键是什么呢 我们就几个人在一起聊天 你说你看细胞子 他们搞得定王岐山的人吧 王岐山的人嘛 就是任志强 任志强也是一个企业家嘛 那就任志强跟马云老师的关系好着呢 是不是 他们俩在心上在一起 开玩笑 谈笑风生呢 因为任志强老师有才华嘛 是不是 读的书多嘛 比马云的老师肯定有才华 马云就是一个会说音乐 他这是最大的特点 然后他就靠山映 结果你看人家 现在习近平说拿掉任志强 就拿掉任志强 而且任志强老师还是红二代 你怎么就就就进监狱了 我真的是 我有时候突然想起 想起任志强 哎呀 想起我在北京跟他聊天的那几次 想起这么一个人充满了自信 而且充满了理想和抱负 觉得这个国家一定要越来越好 自己有有有真实满腹的精诺呢 要为这个国家贡献 要把这个国家见识的很好 怎么就一下子 就这个什么 就进监狱了 我真想不通 我真想不通 我承认我这个贫穷限制的我的想象力 我承认我这个社会地位的卑微 限制我的想象力 我想不通 真的 我看到任志强 跟中央的内心领导 在一起 那谈笑风声 因为我们有时候开会嘛 我是打酱油的 但是我在现场 我看得见呢 真的 王岐山 那绝对是非常欣赏任志强 还有那个郁真生 非常欣赏任志强 那简直是 有的时候感觉到任志强是他的晚辈 有的时候感觉到任志强是他们的朋友 跟家人似的 就每次看见他们在一起说话 你就感觉到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我们都是打酱油的 都是屌丝 都是屈 知道吧 真的不骗你 就这种想法 怎么就任志强就进监狱了 我真想不通 反过来看 马云真牛啊 马云活得比任志强高级啊 比任志强自信啊 你西包子拿马云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是不是 说走就走 说来 说回就回啊 一路招摇啊 一路向西啊 牛逼轰轰的 人生真是 真是佩服 佩服啊 那当然说明一件事情 就习近平有他搞不定的事情 你别看习近平这么牛逼轰轰的啊 别看习近平一会儿一会儿弄这个 一会儿弄那个 他就搞不定马云 你看得很清楚的啊 就像我们说的 你别看习近平牛逼 你太搞得你李克强嘛 是不是 李克强就就那么不给他面子 你说你刚刚说中国已经奔小康了 我李克强马上是中国还有六亿人 一个月只有1000块钱 你有脾气吗 你你也不能把他打回去 是不是 你最多一句扇扇贴 扇扇稿子 扇扇文章 有什么用呢 没用 老百姓该知道都知道了 所以呢 到目前来看啊 我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习近平不可能连任啊 他搞不定 你看毛泽东当年 怎么当皇帝当到死的 就是你所想披靡 想整谁就整谁 是吧 就哪怕到死 快死了 周恩来都捧着毛主席的手说 主席主席请放心 权力还在您的手上 是吧 就到这个程度 想搞死谁就搞死谁 一点都不挡手 就像现在 西包子 你连一个马云 你都搞不住 你还想搞江泽民 你还想搞这个温家宝 你还想搞江绵恒 你还想搞这个李克强 怎么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也搞不懂 为什么很多人 把这个习近平 看得跟什么似的 其实 哎呀 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 就贫穷限制你的想象 社会地位 卑微的社会地位 限制你的想象 你不知道这个中共的内度有多复杂 所以马云是中国这个时代的啊 我称之为要吃喝嫖走操的这个时代的一个风向标 他的自由 这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国家的风向标 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一个表征 或者是一个可以观察的一个风景 如果有一天马云也进监狱了 那习包子 那绝对是大权在握了 绝对 所以我经常会揪住马云的信心的 跟大家做一期节目 跟大家分析分析 真的 这种事情以前有的 我之前好像说过的 说以前 网通有一个老板叫田素宁 他也是老江的手下 这个人的才华肯定远在马云之上 人家刘美的博士 而且这个英语也比这个马云说的好 这好多时候 我们都认为他进监狱了 结果江家的人就这么拍胸部的 你大胆的去美国 大胆的回来 有一阵的话 他就躲到美国去了 我们都以为他不回来 过来遇上他又回来了 我就问他 我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连带让我回来 没有人敢动的了你 就这么说的 那我们都知道 他就是老江的人嘛 江绵横的人嘛 所以那个时候 胡锦涛抓了好多人 他就抓不了脑田 就这么牛逼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 这个国家还是老江说了算 胡锦涛是没什么谋权力的 这会儿也是一样的 我告诉你 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 还是江家把他说了算 因为江泽民你开玩笑 他跟云这个国家 他经营这个国家 十几年 很多人都是他栽培的 没那么容易的 所以马云的事情 什么时候马云 如果真的像任志强一样 被判了18年 你就知道真的 西包子绝对的当皇帝 一定会当到死 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西包子 呵呵 歇一下吧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